台湾人必坐的三件事之一 永度日月坛 4点32分起床了 披着月光前往日月坛 车子停在半山腰走一端路上去 绳结一定要绑牢 东西掉了就拜拜了 跟着人潮慢慢移动到下水处 人真的超级多 哇 好兴奋 刚下水的那段很紧 大家叠在一起 你踢我 我踢你 游到空旷的地方看风景 风景真不错 天上还有直升机 每隔一小段就有喂鱼的平台 喂我们这些鱼 鼻子喝到水了 能见度非常之差 大家不要来喝水 载浮载沉 1000公尺了 一直游 轻松游 要跟紧队游 多人混战容易走散 带在身上的装备 有鱼雷浮标 拖鞋 手机 船票钱 至于防水包会不会进水 就要看平时有没有 扶老太太过满路 像我们的就进水了呢 2500到了 顶着太阳游着游着 就到终点了 永度日月坛 完成 攻击一小时52分 最后再来一些 recap吧 我们下午下来的 到终点了 最后再来打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